音乐 2006年开始 做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 2008年开始 和谐号386A的研制的时候 几乎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休息过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我们把所有关键零部件和系统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也做了一个1比1的真车 我们在正西县 后来是在武广县去做了差不多一年半的实验 速度在一公里一公里一公里 往上增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有点紧张 有点兴奋 但是当这个数字定格在这个486.1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觉得表现还不错 2012年底 2013年在铁路总公司 总体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下 那么我们立了一个课题 做这个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 那个时候实际上对这个车的研制 我们内心还是非常有底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高速列车的技术体系 基本都已经优化 但是它也有很多跟原来的车辆不一样的难处 因为前面的这些车辆呢 还是封闭在一个企业来去主导一个车型的设计 那么复兴号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创新 就是说多厂家生产的动车组 难点在于这个互联互通的标准化上 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联合研发团队 试验也是做了很多通信协议 如何来确定接口规范怎么制定 怎么能够让不同厂家生产的东西 能够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保证列车的运行安全性 运行的功能 目前这个时速600公里的高速速列车呢 虽然它的挑战性非常大 但是不是说是不可攻破的 在2020年底的时候会有一列样车下行 改革开放的40年来 实际上也是我们轨道交通装备 或者是我们这个轨道交通行业 在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前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从90年代几十公里的速度 到2017年时速350公里的速度 那么对于载客量的变化 十几亿人次到现在的三十几亿人次 这三十几亿人次当中 其中有56%的运能是由高铁带来的 高铁给我一个最大的冲击和感受是什么 是我有一次出差在北京 忽然有一个临时的任务 让我到济南去 然后买了一张高铁票 坐上这个高铁 再到济南我住的地方 一共是用了三个小时 那个时候给我的触动非常的大 我深刻地体会到的就是 它让你的出行有尊严 出行不再是 哎呀一想到这个要出门了 这个一票难求买票啊 坐车车上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啊 现在你的这个每一次出行 可以让你身心非常愉悦 轻松地去接受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就知道 干高铁这件事 绝对是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人的基本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你回头望的时候是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可以替代给你的无比骄傲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个人的理解 搞科研非常的辛苦 往往给你带来的基本都是繁杂 枯燥 无味 但是搞科研呢 它又能够去给你制造很难用语言去描述的兴奋点 特别像回到了我们孩子的时期 就是一到数学题 老也解不出来 突然解出来之后 而且是正确的 那种没有任何掺杂其他的这个想法的一种兴奋感 我想这是科研能够回报给科技研发人员最大的一个报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